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看一把PP线的记录员 那个老职业选手了 从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看比赛到现在 一直活跃在赛场上的一个大佬 记录员 闪现 打的是勘探 囚图 杂技加拥兵 这个阵容其实打记录员还是蛮好打的 修机又快 对吧 然后又有一定的牵制能力 细节 哎呀 看到他了 本来想说细节卡个加速 吸过来 居然是弹 谁又能想得到呢 这个板子 记录 记录台 再 哎呦 他还想再盖一次 你们知道吗 再记录一个封窗 Oh my god 对于看探源来说 这把难受了 难受了 板子一台 等一下 等个闪就完事了 这个窗户没卡到 但他也不敢翻 哎呦 自己 N 端一绝版 现在手上还有什么 哎呦 哇 这个 这个店很帅啊 那就直接追你囚图了 直接追囚图可爱情 还解除擦刀了 那这个局面对于 哎呀 好一个抽刀 我还以为每一个记录员的书打开都是一个投铁两个字 万万没想到 今天给你们遇到一个不投铁的 认真抽刀的好记录员 然后开始空 反正只要开了一阶就真的是开始空场了 记录员这个局面 我看一下电机啊 这个局面 记录员修了差不多两台半 两台半 军事吧 我只能说 这局是军事局啊 傭兵来了 A 刀让他救 这个没办法的 然后等一下一个 打 等一下一个闪现把它秒了 甚至闪现都省了 这个放板真的帅啊 那电机就很难受了 这两台 这边是锁了一个勘探 锁了个杂技啊 啊 撤 撤 撤 完了 电车哥哥开始发工了 这就尴尬了 这这这这 这有电了呀 有电这波要上车 完了 他已经躲了 但没有完全躲 完了 上车了 出大事 那这 电车哥哥永远敌神呀 反手一撞 直接拉斩 手上还有一个 还有两张输液 又一个震射 我感觉他今天好像 三个震射了吧 这边 那个杂技想干什么 你的球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晕 对吧 77 那电机应该是差一台整机 差一台整机 这台整机 真的很难修开 我真的不光 看杂技要来救 杂技的手上是没有薄命 哎呦 哦没有薄命 哎哎 干嘛 完了 杂技跳了一下断触了 呃 这 电车哥哥的功劳 全被你抢了 这把 那 这 故事又不一样了 对吧 挂遗产 这波直接挂遗产 68 68你修不开 完了 纪录员起飞 现在电机还差 勘探员手上这台 摸了一丢丢的 那么 这下 就难搞了 直接一个闪 把他打出来 有空啊 有空啊 有席 这不得 啊 打一刀解除擦刀 哇震慑啊 兄弟们 哎 哇这刀打椅子上 立大功 这把功劳全是 这把的功劳全是场景的 怎么说 这个看探 看探你想干什么 想要做一秒钟的英雄 还是 哎 隔创刀 打到了可爱心 隔创刀 打到了可爱心 隔创刀 看到人起来了 继续在这卡着 你看我要我卡你 来了 吸过去了 说实话 这把 虽然他们现在打的有来有回 对吧 虽然你们现在看起来有来有回 但是还是记录员的大优势啊 记录员现在真的是 除非皮皮线断线 好吧 除非他 手机没电了 不然这把怎么打 都是个四抓局啊 哇 好刀 走屁股走屁股 然后我看他愿意挂 看上去二挂了 直接飞了 佣兵也是 刚刚我都没看过半没过半呢 这么个局面你说怎么打呢 剩下差不多将近一台整机的局面 怎么打你告诉我 交个弹 这边看一下你有没有反绕我 然后 这个应该锁不到吧 锁到了啊 居然 应该没锁到吧 我看不到那个板子 看他以为那边在拼了命的修店机 但是只有30 很难走的啦 两个人一刀好 然后切个船 对不对 在杂技没动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结束了 求生者直接放弃 对吧